郭初遥的弟弟昨日金船舍入共諜案 遭台北地監署訊後 以20萬元交保 他先是透過經濟人證了 弟弟確實有被調查 21日他出席活動 也再次親上火線回應事件 其實我是被嚇倒了 但就是就像昨天的聲明 就也跟大家講了 他確實有被調查 那現在也回家了 那之後如果還有需要的話 也會全力配合 那只怕是錢 因為其實我就是也沒有辦法再多做貴贏 對啊 但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讓大家這樣 啊 然後很大吃 他有跟你聊過說他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我 因為其實我也有點情緒 所以我還沒有 要打算跟他好好講話 結果他有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對不起就是 讓我擔心這樣 但我以下還沒有準備好 要這麼跟他 對 都還是媽媽跟妹妹 因為我們今天也沒有住在一起 對啊 但 我覺得先 先讓我們彼此沈對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也還 告訴說到底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也是不小心被 全部擊中 弟弟是有缺錢嗎 對 其實我真的相信我都 沒有那麼清楚 對啊 然後能多回應的我也做 回應了 那其他的就等待調查吧 是心疼嗎 還是生氣會去 因為我騎了第一次遇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遇到 你把事情發生 哈哈哈哈 哎呦 人生就是這樣 但就是 當然該承擔的該面對的就是還是這樣子 就是還是去 對啊 那當然YouTube影片 我其實也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 對啊 身為姊姊 自己好難當 媽媽的心情還好嗎 就她知道這件事情說有沒有就是嚇到 就是 哇 媽媽喔 哈哈 媽媽 就是我媽可能都比我還堅強吧 哈哈 對 啊 我們家女人會堅強的 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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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